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先来聊这辆1.5T的一个优点 这辆车的第一个优点是它全系都有的一个优点 尤其在1.5T车型上更为明显就是它的性价比 因为我们知道这辆车上市之后 它的售价确实是能够凸显说这辆车比较有诚意的一方面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要想象一辆低动力规格的合资的中型车上面 你能得到什么配置呢 比如说两张座椅的座椅通风加热 包括全眼睛仪表 当然这些都是选装 但至少它给你一个选装的选项 而且除此之外呢 你还能得到什么呢 比如说自动灯 自动空调 比较好用的中控系统 而且这个两个USB接口 无线充电 包括很全的这个主动安全配置 所以说这辆车的性价比 真的是让那些预算比较紧的朋友 相对能开心一些 这辆车的第二个优点 就是它后排的乘坐感受 你可以看到前排我调整好座椅 坐在后排我的腿部空间非常的宽裕 头部呢也有一个凹陷 并且这个座椅 不管是从它的承托 它的填充的软硬 还是说从它的角度 都是非常舒适的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的后排的乘坐感受 在这个级别 真的算是比较好的那个水准了 这辆车的第三个优点呢 就是它动态部分的一些表现 首先就是悬架整体的这种质感营造的非常好 我们要知道以前的韩国车 在悬架部分很少能够给你提供这种高级感 但是这一次它做到了 我相信这跟它的i GMP平台 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它动力总成 有些人一听R1.5T加7速双离合 是不是对于它的表现就有所怀疑了 但其实我们开这台车 至少今天我们开这台试驾车 整体它的表现是绝对能够留人满意的 首先动力在低速的时候扭矩是足够的 也就是说你不会觉得这车 在市区行驶的时候会乏力 并且呢 它的7速双离合变动箱衔接的部分 尤其是在这种走走停停衔接的部分 不管是升档还是降档 它整个的动作都非常的轻柔 你即便仔细去察觉 你也察觉不到它换档的动作 只是偶尔在你巡航的时候 急需要动力啪一脚 地板油下去 它需要反应一段时间 才能够把动力输出出来 所以说我觉得它整体在动态方面的表现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驾驶员的话 你绝对不会觉得它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这辆车的第一个缺点呢 其实我觉得是韩国车 或者说之前大部分韩国车都有的一个缺点 而且也是这台车1.5T独有的一个缺点 那就是质感的缺失 因为之前试驾2.0T车型的时候呢 它通过一些用料的不同的拼接啊 包括氛围灯的这种营造啊 确实能够给人带来一些豪华的感觉 但是这辆1.5T车型啊 这种感觉又丢失了 我觉得它应该用更好的用料 更好的这种细节的做工 来凸显这种质感 因为韩国车我们都知道 向来缺少的就是这种质感 这辆车的第二个缺点啊 是它肩上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品牌之前在中国的这种品牌的认知度 或者说是之后的后市场的保值率等等的 都是不被国人所接受的 这一点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它面对的那些竞品 日系的那些中型车 对于保值率来说 它肯定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化学权 所以说这一次奇亚 真的是非常用力的 把这台K5凯库推了出来 它拥有着非常低的入门门槛 它拥有着非常高的性价比 能够感受到奇亚人 真的是想把这台车造好 把这个全头产品再推出来 但是光把车做好 其实我觉得远远不够 你一定要把这个品牌的认知度 也相应的提升 这样不管是在于前市场 包括买完车 包括之后的卖二手车 这整套流程下来 这个品牌才能够有更高的一个品牌地位 所以说奇亚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那最后呢又到了总结的时间 其实这辆K5凯库目前一共上市了四款车型 两款1.5T 两款2.0T 那么我最推荐的 其实还是2.0T的最顶配的版本 因为这辆车首先它整体的售价就比较诚意了 而且它的顶配你能够享受到更多的配置 所以说我个人推荐还是顶配车型 OK那这一期位车 咱们就先聊这么多 有什么更多的问题和建议 欢迎到微博来找我 我是陈鹅儿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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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